大家在看七龙珠的时候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鸟山明先生作品的魅力 不仅给我们呈现了一场场的精彩战斗 其中的搞笑元素 也是让动漫在紧张之余增加了趣味性 虽然七龙珠是鸟山明先生的代表作 但是鸟珠的作品并不是仅仅局限于龙珠系列 鸟山明先生还有其他很多精彩的动漫 这一期小编就带领大家一起来 看看鸟山明先生的其他作品 除了七龙珠大家还看过哪一部呢 阿拉雷虽然七龙珠是鸟山明最著名的一部作品 就算是到了现在也是非常火热 但是让鸟珠真正成名的作品 却是阿拉雷 整个动漫讲述了一位科学家 制作出了一个机器人女孩的故事 在剧情中充满的爆笑片段 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动漫 在阿拉雷之后 鸟山明先生创造了龙珠系列 虽然阿拉雷已经完结了 但是鸟山明先生却非常喜欢阿拉雷这个角色 经常让阿拉雷在七龙珠中客串 为龙珠世界添加了不一样的色彩 S-A-N-D-L-A-N-D-沙漠大追踪 这一部动漫是鸟山明先生画了七龙珠之后的短篇连载动漫 作者曾在访谈中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中篇动漫 动漫中主要讲了在沙漠世界 魔鬼和人类都为水的短圈而困扰着 于是魔鬼的王子和人类的军人踏上了寻找水源的路程 猫魔人这部动漫是鸟书自己创造的恶搞类动漫 而且还是恶搞的七龙珠 在这部动漫中主角是孙悟空的徒弟猫魔人 战斗力非常恐怖 而且还能变身成超级猫魔人 难道是超级赛亚人的翻版吗 除了孙悟空 这部动漫也出现了很多其他龙珠世界的人物 像贝吉塔 魔人波欧等都有露面 猫魔人和波欧等也发生了很多的有趣故事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在网上找一下来看哦 银河巡警加克 如果猫魔人是龙珠系列的外传 那么银河巡警加克就是龙珠系列的前传了 在这部动漫中 详细交代了孙悟空降落在地球之前的故事 这部动漫的主角是一位银河巡警 他接收到命令前往地球 来解决侵入地球的邪恶力量 这邪恶力量就是我们的悟空了 不过他因为异常意外 没有发现悟空的飞船 这样才有了后来的精彩龙珠故事 鸟山明先生除了七龙珠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精彩动漫 大家如果喜欢鸟山明这位画家的话 可以找一下他其他的作品来看哦 除了七龙珠上面这四部动漫 大家看过哪几部呢 如果有其他好看的作品 一定要在留言区分享给大家哦 小斌每天会更新好玩的动漫文章 关注下台不会迷路哦